六名重囚能攜帶力檢 截火逞凶刺傷的御所人員 这监狱管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全国监狱早就人满为患 超收两成 六名囚犯都在缝纫班 接户人员跟受刑人的比例是1比14 国外监狱是1比3 你就知道 御所人员的压力有多大 再加上了牛鬼蛇神重刑犯 一旦松散的管理 就会让囚犯有机可乘 六位受刑人 就趁机敲坏了 戒户科的枪戒室 夺走了这个65K2步枪 四支就是长枪 还有90手枪 就是短枪六支六把 那子弹一共有200多发 要在监狱里抢枪有这么容易吗 高雄大辽监狱挟持事件 有名囚犯竟然靠一把剪刀就做到了 就卫生科的看诊的途中 他们就趁机夹带了这个小剪刀 然后冲到接近是去 夹持了两位管理员 那这位管理员以后 再把这个管理员夹持到技术科 管理员脖子上的伤痕 还看得到被剪刀划伤之后 包扎的绷带 只是囚犯怎么会有剪刀 原来这六个人本来就是大辽监狱里的 缝纳工厂受刑人 缝纳工厂里面就有剪刀这些工具 他们是把可能是损坏的剪刀 就是半片的剪刀藏起来 应该要收身 收得干干净净 你怎么可以把剪刀带出来 鉴于工厂里偷藏的剪刀惹出大祸端 更夸张的是整个抢枪挟持事件 竟然顺利到不可思议 至于有人以为说 受刑人是拿着钥匙去开枪戒库 其实不是 他们是用灭火器 用灭火器 硬的灭火器 敲了几十分钟 敲坏第一道门 第二道门 拿着枪 再敲坏第三道门 拿着直战 照理来讲 他那个锁是好几道锁 而且那个钥匙是分别帮在借户科长 顶医长或副顶医长的身上 等到这些人一起聚齐之后 你才有可能全部打开嘛 那可是为什么这一次去的时候 歹徒就频频拿那个灭火器一敲 里面长短枪 子弹这么多 全部都把你清走了 那表示这里面 他平常是不是输于管理 监狱管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但没人察觉受刑人异状 还让他们连闯好几关 最后甚至连典狱长都被挟持 台湾现在预政管理最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台湾目前 各个监狱里面人满文化 那你的管理人数又不够 那你的工作压力又大 时间又长 所以这些管理员的 资续非常低落 是造成很多在管理的上面 不仅能力不足 衍生出来的问题 就是说我可能没有办法 很严格的执行上面 要求的一些流逼的程序 严索管理员的不足 有时候甚至还得靠期待一方吗 到这个监狱里面 你要面对的是这些 嫌犯 是这些在外面 可能是黑道大哥 可能是经济罪犯 可能是毒贩 你怎么去面对这些人 那今天这个黑道大哥 眼神这样瞪着你一眼之后 你说你替他一杆怎么样吗 国外监索人员管理比例 大概是1比3 但台湾却高达1比13 甚至14 等于一个监索人员 要管理13到14人 严重失衡 管理员人数不够嘛 他们要利用一些杂役 来帮他处理一些简单的事情 包括到工厂去打扫 送送公文 跑啊跑去啊对不对 有什么事情要传递消息等等 好那这个黑牌杂役的问题就来了 监狱里的杂役 其实就是受刑人干部 也是监索人员和受刑人之间的桥梁 你要当杂役的话 本来是一套管理规定的 是很严格的 也有很严格的限制 那现在搞到最后变成说 你杂役还可以用钱来收买 三万十万 你当了杂役 为什么大家抢着要当杂役 因为当了杂役 就是自由比人家 活动空间比人家大 限制比人家少啊 所以预政管理就是因为这样 产生了这么多的问题 前矫正人员训练所长黄真南曾说 台湾如果不早日打造 超高度安全管理监狱 最快在2013年之后 将会爆发严重的大邪监狱暴动 只是没想到异于产生 而接下来的除了检讨 还要具体改进监索人力 跟预政管理问题 否则这样的事件 恐怕不会是最后一次